我吃吃看 那就是要這樣喔 麵然後 湯加珍珠 這樣吃才能體現出它真正的味道 好勇敢喔 其實味道還蠻好的 對不對 就是它的鹹甜鹹甜的感覺 不是會讓人覺得很噁心 或是很討厭的感覺 就是你會忍不住想說 嗯這味道再來一口好了 真的很特別的感覺 應觀眾要求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 新莊 新莊的上面 新莊的北邊 上次是拍下新莊 這次我們來拍上新莊 對因為大家都留言說 上新莊有非常多的美食 那我今天呢 我現在要去的這家呢 第一家就是有點厲害的 哎呦 走 這是什麼 走 搶壓裝 這一太神秘了吧 他們都拿到號碼拍了耶 蛤 他們都已經拿到號碼拍了 不知道還有嗎 我們拿來看好 - 只剩烤鴨油雞辣酱- 可以 时间可以 - 哦 好 - 太好了 - 好 - 好 谢谢 - 现在才几点? - 十一点半 - 现在十一点半 已经一堆东西卖完了 - 它十一点才正式开门 - 不是 它只是自己拿着超级平密的 - 因为那个铁门就没有太期待 - 对啊 - 而且它的其他的饭啊 像是三宝啊 烧鸭什么的 - 好像都比一般的烧鸭就偏贵一点 - 六宝的话一百宝 好像CP是蛮高的 - 但是我刚才老板跟我们说 六宝他不一定切得出来 - 他说他只能答应我们去切四宝 - 嗯 - 所以我们就等等吧 - 好 谢谢 - 耶 - 我们太幸运了 - 我们居然点到了顶级六宝饭 - 没错 - 我们六样都有 - 那我就不客气咯 - 先来吃吃看它这个脆皮烧肉 - 它优先来买的是烧肉跟茶烧 - 对 - 因为这个两个卖完它就没办法再卖桃花招牌饭了 - 烧辣小王是来拼命 - 哇 - 脆皮烧肉完美的标准 - 它的这个皮超脆的 - 油的地方不会太软烂 - 带有一点点的嚼劲 - 不会让你觉得太油 - 烧肉的地方是很嫩的 - 知道 - 不会肥油腻的感觉 - 不会 - 很好吃 - 还是像它的叉烧 - 叉烧的话就是比较一般一点 - 好 下一道 - 烧鸭 - 它烧鸭的皮看起来很油亮 - 感觉很厉害 - 对 - 吃吃看 -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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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它的鸭肉里面不会 - 它皮没有到很脆 - 微微脆而已 - 哦 - 因为看起来是有厚度的 - 所以那个脆度 - 你觉得是油脂比较厚的 - 嗯嗯嗯嗯嗯 - 油鸡不用讲 - 油鸡基本上之前说过 - 嗯 - 来一下都会不错 - 嗯 - 嗯 - 如果说以180的便当来说的话 - 这样的配菜真的是蛮丰盛的 - 嗯 - 因为它的烧鸭虽然给蛮多的 - 油鸡也是偏盛的 - 它其实它就是比较配菜料的感觉 - 反正说你有好几样配料 - 因为有四菜 - 我要吃这什么 - 这啥时候 - 超级推这个 - 最推烧肉 - 烧肉超推 - 嗯嗯 - 嗯 - 嗯 - 这脆度很扯耶 - 它就是你吃焦糖布丁那种 - 上边那层的焦糖烤焦的那种脆感跟脆感 - 哦 - 诶难怪这个烧肉 - 对一笑就没了 - 很快就会热焦 - 嗯 - 诶这蛮厉害的 - 这间还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 - 老闆跟老闆娘这么忙 - 但是他们态度还很好 - 然后就是跟你讲话 - 很想你觉得是亲切的 - 对啊对啊对啊 - 而且他们就是一对夫妻 - 你知道蛮进门出的 - 嗯 - 而且听说这一间是 - 新庄第一名最好吃的烧拉 - 对 - 大家都是去那个 - 下新庄的港红烧拉 - 但这家确实 - 还蛮明显的感觉出来 - 是在地人真的会 - 疯狂抢购的那种 - 嗯 - 嗯 - 吃完了 - 谢谢 -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把铁门拉起来吗 - 为什么 - 有两个原因 - 什么原因 - 第一个原因是拉起来的话 - 冷气会不凉 - 哦对 - 第二个原因是 - 铁门还没拉起来 - 就卖完了 - 没有时间拉铁门啊 - 诶对 - 诶真的耶 - 他就把那个小门打开 - 客人就这样 - 噢 - 冲进去 - 对 - 第二间我们来到这个 - 红泰市场啊 - 对 - 它是这边最大的传统找市吗 - 是喔 - 嗯 - 来看看特别有什么好吃的 - 我最近很想吃一个东西 - 啥东西 - 油饭 - 油饭 - 反正来传统寻找油饭 - 对对对对 - 我们去找看看 - 到了喔 - 嗯 - 这一间了 - 油饭 - 油饭 - 哪里 - 第一网油饭啊 - 三十 - 哦 - 我们来吃一个小的油饭 - 没有油饭喔 - 没有油饭 - 没有油饭 - 要吃它的鱼酥羹吗 - 好啊 - 那有鱼酥羹汤吗 - 那一个鱼酥羹汤 - 二 - 它还有分店耶 - 就有种材油饭油跟肉羹 - 那是分店吗 - 不是吗 - 我也不知道 - 来吃吃看吧 - 我们点的这个是 - 鱼酥羹汤 - 它其实可以做纯面啦 - 只不过 - 我们喜欢喝纯汤 - 是不是不是对 - 诶 这个鱼酥在其他地方都不常见到耶 - 很像虾味咸 - 哦 - 大块的 - 像零食喔 - 直接吃看看 - 嗯 - 好吃喔 - 其实好特别喔 - 嗯 - 嗯 - 它有点像那种淡水 - 不是有卖那种细细长条的那种鱼酥吗 - 嗯 - 它是那种的放大版 - 淡水是做调状的 - 它是做快状的 - 哦 - 它其实就是那种鱼酥的口感 - 然后脆脆硬硬硬的 - 真的跟饼干吃起来很香 - 它这个泡进汤里的话 - 喝这羹汤就会有一种 - 还蛮搭的感觉 - 哦 真的哦 - 嗯 - 欸很棒耶 - 这个我喜欢 - 口感很棒对不对 - 很好吃耶 - 我觉得不加羹汤我也可以单吃这个 - 嗯嗯 - 这很零食啊 - 对 - 它就是那种 - 人家是虾味的 - 它是鱼味鲜的 - 哈哈 - 鱼味鲜然后泡进这个羹汤 - 就让你觉得有点海鲜味 - 嗯 - 如果它本身吃就是零食的感觉吗 - 那你泡软一点 - 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像海鲜的味道 - 嗯 走 - 好渴我们先去买个喝的 - 好 - 我也真的好渴 - 正想跟你说这句话 - 你看我们来的时间其实算比较晚 - 真的很大欸 - 因为它这样直直一条 - 我们刚走才一半而已 - 对啊 - 就这个 - 青草店喔 - 嗯 - 你怎么最近都在喝这种老人茶啊 - 因为很热啊 - 哈哈哈哈 - 看一下它有什么 - 欸 结果它有毛根茶 - 欸 真的欸 - 地骨露是什么 - 不知道我要喝地骨露 - 地骨露 - 每次都要挑没喝过的 - 喔 - 这一杯地骨露 - 地骨露啊 - 嘿 - 大杯小杯 - 地骨露是什么 - 地骨露是什么 - 够白酒的 - 够白酒的 - 会喝起来苦苦吗 - 不会 - 那大杯的 - 大杯的 - 喔 - 我们第一次喝建议要便宜 - 有一点 - 好啊好啊 - 这是蜂蜜 - 喔好好好 - 蜂蜜可以 - 欸白色的喔 - 对 - 这个 - 它像开水 - 蒸溜出来的 - 喔 - 蜂蜜蒸溜出来的 - 蜂蜜蒸溜出来的 - 蜂蜜加料就好看 - 喔 - 喔 - 它超白的 - 白的像白盖水一样 - 好 - 谢谢喔 - 诶 这样看就有点黄黄的 - 对 - 你喝冰的 - 你那个来喝冰 - 它很像一个鸡汤的味道 - 喔 - 冬虫夏炒鸡汤的味道 - 或者是 - 啊 - 冷酸 - 喔 - 应该是冷酸的味道 - 对对对对 - 就是冷酸那个须须的那个味道 - 喔有啊 - 要带完了 - 现在卖完了 - 要买我的油饭 - 最好在十一点 - 十点半之前 - 喔 - 好早喔 - 对油饭执着的人 - 找不到油饭 - 因为我真的有想吃油饭 - 所以我刻意找了两家 - 结果都卖完了 - 都卖完了 - 这边 - 你看我就说吧 - 新装的饭特别好吃 - 下一家到了之类的 - 就是这间 - 阿兰股提 - 不配一个六元 - 这有什么特别的 - 但他是说他会煎得恰恰的啦 - 喔 - 但是影子有点不太一定 - 不是没可能会恰恰的 - 傻眼 - 可是因为毕竟在市场里面 - 然后就开蛮久的 - 大家还蛮喜欢的这样 - 好啊 给我进去啊 - 锅贴五个 - 谢谢 - 耶 - GO - 蒂古咖啥茶 - 它就是有十几种中药材 - 去弄出来 - 它比较不像是单品 - 像是苦茶 - 单一品 - 或是青草茶 - 的有副作用 - 因为像是苦茶 - 青草茶 - 可能你的胃不太适合 - 就会有腹泻 - 比较凉 - 那你要多喝一点啊 - 它算是消暑的 - 而且又可以每天喝 - 喔 - 怎样了 - 啊 - 怎样了 - 不会有人要喝这种东西啊 - 啊 - 不会啊 - 就有点人生熏的味道啊 - 我原本憋气喝 - 憋完气 - 一解开鼻子 - 直接味道冲上来 - 哇 - 什么 - 煎饺五颗 - 没错 - 欸不对 - 煎饺卖完的是锅贴 - 锅贴完的 - 对 - 老板娘说他煎饺早上就买完了 - 现在那个材料还没有准备好 - 来吃看看 - 看起来跟 - 八道云记长得很像 - 但是八道云记跟四海红的又涨价了 - 喔真的喔 - 嗯 - 高丽菜馅的 - 喔 - 它的肉跟菜内馅吃起来特别甜 - 不知道为什么 - 喔 - 你看酱油膏都觉得有点甜甜的 - 还是我后的地骨路改变了我的味觉 - 蛮好吃的耶 - 因为说真的 - 通常放了这样子一下子的锅贴啊 - 都会慢慢的有点烂烂的 - 对啊它放在那边 - 我感觉起来很难吃 - 嗯 -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吃起来 - 但整个的香气算还不错 - 没有到皮特别的硬 - 整个味道跟那个条线啊 - 我都还蛮喜欢的 - 你吃看看 - 嗯 - 真的有吃起来 - 嗯 - 但是它放在那边剩下那几颗感觉起来 - 放很久 - 就是它吃起来的感觉 - 也没有让你真的觉得放得太久的味道 - 嗯 - 还不错 - 耶 - 最喜欢有冷气的店咯 - 耶 - 还棒咯 - 麦斯 - 麦斯 - 你好 - 两位 - 两位 - 好 - 好 - 喔 - 它这边就是牛肉拉面 - 牛肉汤面 - 牛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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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 - 你是怎样 - 好难发音喔 - 好难发音喔 - 而且它点餐的时候还会给你选面 - 有三种面 - 它不就是拉面吗 - 橘色的是牛油 - 然后这是滑脚辣椒 - 然后这个会麻麻的 - 如果你们有吃到你可以先喝喝糖 - 那你觉得那个辣可以接受 - 你就可以再加一点点 - 哦 - 所以这个是会有点辣的吗 - 微微的 - 然后它汤口会变得比较不一样的味道 - 好 谢谢 - 白拉面 - 宽拉面跟圆拉面 - 我选圆拉面 - 圆拉面是怎样 - 吃起来口感比较Q汤 - 白拉面比较容易吸附汤汁 - 宽拉面吃起来有嚼劲又吸汤 - 来了 - 蛮大碗的耶 - 它这碗多少钱 - 这碗160 - 嗯 - 还OK - 算熟啦 - 它的肉有四块这样子 - 厚度都是差不多这样子大小的 - 牛腱肉 - 而且它那边自助区还有这个可以装一个 - 蒜头跟酸菜都可以装 - 它有蒜头酸菜 - 它还有油条碎 - 嗯 - 它蛮多东西可以让你调配你自己喜欢的一个牛肉汤的口味 - 嗯 - 先喝看看原味汤头 - 它比较像是那种红烧跟清炖综合各半的汤头 - 哦 - 就是它有点清炖淡淡的那种味道 - 可是它又带有一点点的红烧的汤头的感觉 - 吃看你选的拉面齁 - 嗯 - 软喔 - 嗯 - 这个没有牙齿等都可以要 - 欸我不是夸张的 - 这真的没有牙齿等都可以要欸 - 哦 - 肉很不错喔 - 面的粗细度这是我最喜欢的 - 继细的 - 而且它这种比较不会泡到暖暖的 - 对有点QQ的 - 对有点Q感 - 哦 - 这个肉 - 真的没有牙齿都可以要对不对 - 我没有夸识 - 它很特别是它不算那么多汁 - 它是有点柴的口感 - 但是又入口即化 - 很特别 - 而且其实有稍微看到一点筋的部分 - 但是它的筋的口感也是化开的 - 而且这样是小碗的分量 - 小碗的分量就很大碗 - 然后还可以加汤 - 嗯 - 哦好 - 谢谢 - 谢谢 - 嘿 - 嘿 - 找到下一天了 - QQ蛋营业中 - 我是4号 - 我超早的 - 漂亮啊 - 它正在线线线中 - 你要吃几个 - 它还可以选几个 - 它有5颗、10颗、15颗、20颗 - 五颗、15颗、10颗、三颗、三颗 - 最多可以100颗 - 100颗、300颗 - 奇小,100颗 - 还有芝麻球 - 它现在线线的是那个芝麻球吧 - 是吗 - 应该是 - 地瓜球不太用捏啊 - 地瓜球就是 - 一个小面团丢下去压一压 - 比如说变大颗 - 跟两个芝麻球 - 谢谢 - 买到了 - 超快的 - 买了20颗地瓜球 - 跟 - 两颗芝麻球 - 总共90 - 它每一颗地瓜球都好圆喔 - 中规中矩啊 - 不会太小 - 也不会太大 - 对 吃看看 - 嗯 - 哦 甜耶 - 它里面的地瓜线 - 很丰满喔 - 还不错 - 它地瓜有再加糖吗 - 如果没有的话也太甜了吧 - 很甜喔 - 嗯 - 应该有弄糖在里面啦 - 因为它这里面的那个地瓜香很香 - 本身里面的酷酱也很够 - 本身里面的酷酱也很够 - 我原本以为它会跟夜市的地瓜球一样 - 因为它长得真的非常的不起眼 - 对 -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大顆 - 对就中规中矩 - 嘴看起来没有特别的厉害 - 可是吃起来很好吃耶 - 哦 我吃吃看 - 嗯 - 哇 - 哇 - 它里面的馅很多耶 - 嗯 - 有一半都是馅耶 - 它超甜的 - 而且就是咬起来的那个地瓜感超扎实 - 好扎实 - 它虽然小颗归小颗 - 但是里面馅可是比一般的量多出很多了 - 嗯 - 它完全没有什么空心的感觉 - 咬下去就是扎扎实实的 - 我卖这个一颗15块的芝麻球 - 嗯 - 它这个我原本以为它里面是有包馅的 - 但是我戳下去啊 - 它好像是巨大版的地瓜球撒上芝麻而已 - 哦 正假的你吃吃看 - 哦 - 有啦 里面有包馅 - 红豆馅喔 - 嗯 - 但是它也是地瓜球的那个本体 - 做法 - 对不对 - 然后里面包馅 - 嗯 - 而且你看它里面这边是中心的 - 中通的 - 嗯 - 然后配上它的这个一点点红豆馅 - 跟它的一样有爆多的那个Q心地瓜 - 嗯 - 那我家很不错耶 - 嗯 巨大版地瓜球 - 难怪排队 - 虽然说现在没人排队 - 所以赶快来排喔 -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没人排吗 - 因为它现在改成抽号码牌 - 你不一定要在现场等 - 它就是叫号 - 好吃喔 - 如果要来的话 - 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开门前就来等 - 对 - 要不然就是你抽了号码去别的地方 - 然后再回来 - 晃一晃再回来 - 你大概问一下前面要等多久 - 下一条 - 走 - 到了 - 未来美而美 - 要带我来吃这个奇怪的 - 珍珠奶茶锅烧衣面 - 有内用吗 - 要是珍奶锅烧衣面 - 要是珍奶锅烧衣面 - 哦 - 滩底 - 来吃看看吧 - 先喝一口汤 - 嗯 - 其实汤是起司跟 - 牛奶 - 牛奶的味道 - 热牛奶 - 我要搭配珍珠啰 - 对 你要搭配珍珠 - 我在等你搭配珍珠 - 你最爱的珍珠 - 虽然我很爱 - 但不知怎么的 - 这样子要吃下去还是有点 - 心里脹 - 嗯 - 嗯 - 这一块会有点黑糖的 - 因为珍珠的那个黑糖的那个 - 腻嘛 - 所以它就会有那黑糖的甜味 - 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 - 起司都在锅烧 - 就正常的起司都在锅烧 - 那两个融在一起吃是怎样 - 融在一起吃 - 就会有点咸甜咸甜的口味 - 我吃吃看 - 那就是要这样喔 - 面 - 然后 - 汤加珍珠 - 这样是 - 才能体现出它真正的味道 - 好勇敢喔 - 其实味道还蛮好的 - 对不对 - 就是它的咸甜咸甜的感觉 - 不是会让人觉得很恶心 - 或是很讨厌的感觉 - 就是你会忍不住想说 - 嗯 这味道再来一口好了 - 真的很特别的感觉 - 哈哈哈 - 因为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- 啊 -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- 我觉得会发明这道料理 - 它们一定是很喜欢喝珍珠奶茶 - 嗯 - 然后可能吃面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很噁 - 喝一口珍珠奶茶 - 然后就发现 - 味道怎么好像不错 - 还蛮搭的 - 然后就研发出了 - 珍珠奶茶 - 像说混在一起试试看 - 对对对对 - 就是你在吃面的同时 - 那个珍珠会在你的嘴巴里面溜来溜去 - 然后又有点甜甜的 - 然后又有锅烧鱼面的咸味 - 其实不会违和 - 因为本身其实锅烧鱼面 - 就有牛奶的口味 - 那大家也是吃习惯的 - 对所以其实只是多了一个珍珠的口感 - 老板这是你自己研发的吗 - 是不是你吃面吃到一半 - 然后很喜欢喝珍奶喝一口 - 发现味道不错 - 不知道 - 那怎么会突然想研发这个 - 想说要做跟别人部一样的 - 然后不会有在卖饮料 - 然后就想说把我们两个包牌结合在一起 - 因为我们后面有卖饮料 - 因为我们也是有卖饮料 - 意外还不错耶 - 但是真的蛮多人点的 - 对啊 蛮好吃的 - 还有人会加拉 - 喔还可以加拉 - 敢不敢试试看 - 咸豆浆的概念 - 敢不敢试试看 - 没关系我们先不要加拉 - 好 - 好 谢谢姐姐姐 - 季辆